早安 我是爸爸姐 其實在八月的第四個禮拜日 是阿公阿嬤節 九月報在早安公布一份調查 調查這個家庭的活動的情形 發現說其實這麼多阿公阿嬤 很辛苦 他們要穿東西 讓孫子 上孫 上學校 也都是阿公阿嬤在地在村 有夠辛苦 不過這麼多辛苦 要是有六千塊的阿公阿嬤 都說這樣不辛苦 而且他們吃麻衣也很教育 這種生活 眼睛大大禮 正宜宣傳阿嬤有厭奉 生醉白蘇姆他們的一樣 而且兩人 除了生醉餐 他們的感情也很好 我以為要給阿嬤報 我孫子都還好啦 還是什麼東西會想到 阿公阿嬤這樣子 還不錯啦 雅雲傳阿嬤王寬因為剛做會 好當吃不吃 加上媽媽在嘴氣 爸爸又打賣 家裡很多事情都是阿嬤在處理 阿嬤都會用好吃給我吃 像是什麼 泡麵還有雞翅 還有蛋 對部分家庭的小孩來說 趁阿公阿嬤到點時間 甚至比北部還要更多 像吳宗爺北部在中國最適合 兩三個月才回來一次 說他也會說他啦 有時候為了功課也會跟他吵在一起 你說要辛苦就是下雨的時候 帶上下雪這樣子 應該還不會說很辛苦 中政大學副高修理愛子調查發現 阿公阿嬤總是提供給孫生外協助 其中煮東西跟分享人生經驗的比例最多 而且阿公阿嬤最關心的是 是家裡人的健康 目前大概有六成五的祖父母 反映他們是生活是滿意的 這次到由保祖四川前開始 年每年八月做一個禮拜 是阿公阿嬤做 那當初調查發現 只有三成六個孫 和阿公阿嬤的名字 另外五點八點的人 會嫁阿公阿嬤生日 但是四川後再調查 比例都會有情感 也現時阿公阿嬤和孫的活動 有變得好 以此總會報導